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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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在搭建协同创新平台上加强合作 努力形成一批国内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大创新成果 五是在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上加强合作 支持辽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将更多海外资源引入辽宁 怀进森表示 调研服务活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提出的六个方面要求 以助力培育新经济 壮大辽宁新动能 构建辽宁创新发展新格局为目标 结合中国科学服务发展年主题 发挥科学的人才资源和组织优势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找好服务辽宁振兴的切入点 结合点 着力点 组织开展科技工作者志愿服务行动 搭建科学服务企业 服务社会 服务基层的需求库 项目库 人才库和服务平台 推进人才 技术成果向辽宁汇聚 助力辽宁一带五基地建设 通过调研服务 探索形成中国科学与辽宁省稳定有效 能够发挥长效作用的合作机制 省委副书记周波主持座谈会 省委常委 副省长陈向群介绍我省省情 中国科学副主席郑小敬 代表中国科学助力东北三省全面振兴调研组做交流发言 中国科学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孟庆海通报中国科学助力东北三省全面振兴调研服务工作相关情况 中国科学助力东北三省全面振兴调研服务辽宁行专家组成员 省科学主席 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出席座谈会 本台报道 5月22号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沈阳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 就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做出部署 会议还审议了中共辽宁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工作要点等文件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秋发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 做好统战工作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任务繁重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面对新时代 新形势 新要求 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机制建设入手 建立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为推进全省统一战线事业健康发展 提供坚强保证 会议强调 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结合实际突出重点 奋发有为 狠抓落实 推动全省统战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为扎实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贡献力量 以优异成绩进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一是要始终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重大决策部署 始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确保统战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推进 二是要构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长效机制 各级党委书记 要切实履行统战工作第一责任人 和领导小组组长职责 及时研究部署统战重要工作 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完善上下联动机制 建立各部门定期沟通机制 任务分工机制 层层传导压力 确保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三是要充分履行和发挥好协调服务职能 各级统战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 推动政策法规落实 抓好重点工作 履行好统战工作领导小组 办事机构职责 各成员单位要树立大统战意识 明确工作责任和任务 密切协作 形成合力 确保责任落实 工作抓实 四是要着力抓好重点任务的督查落实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围绕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和统战重点工作 聚焦辽宁振兴发展和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推动省委省政府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23条政策落实 促进各转企 小声规 规声聚 加强海外联系 促进招商引资 不断开创全省统战工作新局面 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范继英做有关传达 副省长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李荆科出席会议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本台报道 5月22号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 率领辽宁省友好经贸代表团启程 前往英国 瑞典 德国 开展经贸洽谈 进行友好访问 此次访问 是在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提升辽宁对外开放水平 为加快推动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增添新动力 拓展新空间 这次出访 任务明确 日程紧凑 代表团一行 密集安排重大项目对接 经贸洽谈 友好交流等各类活动 访问期间 唐一军将会见有关国家政府高层及企业界人士 考察有关企业 拓宽合作领域 推动项目落地 共同谱写合作发展新篇章 举办中国辽宁英国经贸合作推介会 中国辽宁德国经贸合作推介会等活动 宣传推介辽宁 增进相互了解 进一步扩大与上述国家在经贸产业人文等方面合作 考察欧洲资源型地区在结构调整 转型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努力探索符合我省实际 彰显低于特色的资源型地区 创新转型优质绿色发展新路子 近日24个省区市80个市周120个县市区旗 因2018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 获国务院办公厅通报激励 我省沈阳大连铁岭三市 因在相关领域工作出色而受到表扬 同时还能在2019年享受到国家部委的 奖励支持政策 今天的视线就来一同关注 真抓实干见成效是激励更是动力 先把时间交给管絮 好的 这是自2017年建立督查激励长效机制以来 国务院办公厅连续三年组织开展督查激励工作 这次我省的铁岭市入选深化商势制度改革 成效显著 落实市中市后监管等相关政策措施 社会反应好的地方 大连市入选促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 实施技术改造成效明显的地方 以及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地方 沈阳市入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力度较大 支持传统产业改造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等工作成效突出的地方 具体来看作为辽宁省商势制度多项改革的试点市 铁岭市把培育好发展好个体工商户作为推进经济建设的有力抓手 于2017年分别启动个体工商户简化登记 简易注销两项改革试点 放宽入口疏通出口 让个体工商户进得来出得去 进一步推动了个体工商户整体良好发展 随之而来 铁岭市也将获得一系列措施奖励 如2019年优先选择为企业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 企业年报制度改革 社会共治 企业信用风险监管 大数据监管等商市制度改革 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试点地区 优先授予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权限 在国家广告产业园区平定中优先给予支持 此外 沈阳市在2019年将被优先支持 在老工业基地振兴有关重大改革和重大政策方面先行先逝 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和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并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资金支持力度 大连市 今年除了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分配中予以倾斜 新增安排中央资金500万元以外 还将获得2019年在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导向计划安排 制造业单项冠军及其他示范项目 示范企业 示范平台评定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 下一步呢 我们将在四委市政府的健康领导下 聚焦动能转换 体质 增效 盘活存量 培育增量 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实施了几个重大工程 一是实施智能制造工程 第二是独建了大连市智能制造联盟 我们还实施了大连市制造业创新工程中心建设 接着目前已经是建立了几个大连市的市集制造业中心 这样的表扬激励 旨在进一步树立鼓励干事创业 挣扎实干的鲜明导向 释放了讲诚分明 讲琴法揽的强烈信号 对于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地生效 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鼓励各级干部实干担当 勉励尽责 推动解决雍正 懒正 怠正问题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省在这个以后其实应该捕捉到这种积极的信号 在今后的工作中就要勇于担当 敢于作为 真正的把精力用在实实在在的工作上 挣扎实干 抓点 抓小 抓细 抓出成效 干出成绩 正是辽宁有了对挣扎实干的高度重视 换来了营商环境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真材实料 今年一季度 我省经济呈现稳中有进 尽忠向好的良好态势 表扬是激励 更是动力 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 辽宁与其他省份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去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 为新时代辽宁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行动指南 这对正处于全面振兴 新征程的辽宁来说 方向已明 思路已清 举措已定 最关键的是要挣扎实干 全面落实 全面振兴是几代辽宁人的梦想 如今 辽宁人已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好了 今天的视线就关注以上内容 2018年8月20号 为营救停泊在中传重工第760研究所的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 黄群 宋岳才 江开斌三位军工人英勇牺牲 今天根据他们的世纪制作的广播剧《英雄无拘》正式开播 三集广播连续剧《英雄无拘》 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 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共同出品 我台文艺广播轻力打造 《英雄无拘》讲述了中传重工第760研究所 黄群 宋岳才 江开斌等抗灾抢险英雄群体 面对台风和巨浪 挺身而出 英勇无拘 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的事迹 我们把英雄人物瞬间离开和还原到原来的生活场景 用启程转合的形式 通过剧本的结构和变化 还有人物的个性塑造 以及三个不同人物和整个英雄团队的群体的打磨 应该说呢 再现了当时的这种传统 经济海量的场面 允许们的壮举 从资料搜集到实地采访 剧本创作 录制合成 审听评议 主创人员们历经了半年的时间 完成了广播剧的创作 在开播仪式上 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创作体会 并再现了剧本中的精彩片段 好媳妇 对不起 都能陪你到老啊 我们是长达11分钟的喊戏 但是在我们录制的时候 不止这11分钟 喊戏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对嗓子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 正是因为黄群这些普通的党员 干着这些不平凡的事迹 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用声音去塑造 更多的可能是用我们的情感 怀着那种敬仰去录制 即日起 该剧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广 中国之声等全国15家电台 及多家新媒体平台播出 本台报道 在沿口市公安队伍里 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武林高手 他就是银口市战前公安分局 巡特警大队民警李富良 13岁习武的他 曾经连续四年获得全省拳击冠军 从仅26年来 李富良无数次与穷雄极恶的歹徒过招 每次李富良总能凭着敏捷的身手完成任务 如今他更是将自己的绝活传授给了更多的战友 围着引口市火车站巡逻 是现任引口市战前特警大队民警李富良 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很多时候 李富良还会参与各种大案要案的抓捕 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 从仅26年来 李富良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 个人三等功三次 去年李富良更是被公安部授予二级阴谋荣誉称号 散烟犯 毒贩 还有一些精神有问题的人 这样比较多一点 因为特警的一个职业就是 出土 突发事件 还有一些抓捕中大的犯罪嫌疑 这都是我们的工作 1993年加入公安队伍的李富良 始终工作在寻特警工作第一线 自幼习武的他通过多年的抓捕经验 自创了一招制敌的招数 两方面相结合吧 也是结合抓捕现场的一些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 我练的就是这样 就是要第一个要打得准 第二个动手的时候 抓捕的时候就不要留情 在采访过程中 李富良告诉我们 面对开刃的刀 上膛的枪 他和战友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但是抓捕过后 有的时候也是一身冷汗 因为有很多事情是不可预见的 就是你准备的再充分 你平常演练的再好 在现实抓捕当中 会有很多千千万万的变化 你不可预见 所以说当抓捕以后 大伙回想一下 有时候就很多时候是后怕了 害怕了 就是当时万一真差那么一点点 就差九三一那么快 我们就留学 我们就牺牲 这种后怕让李富良意识到了 不光自身身手要好 也要让战友们的身手越来越好 于是他在自己的小队里 对战友开始了严格的培训 不光锤炼自己的队伍 也对兄弟单位的战友倾囊相受 我想看到的是警察 在抓捕的时候 永远是制服罪犯 我不想看到更多的留学牺牲 因为警察这个群体 在和平年代 是留学的牺牲最多的群体 警察挺不容易的 所以说我想让我的战友 身手都好一点 抓捕的时候成功率更多一点 如今已经46岁的李富良 依然选择冲在抓捕的一线 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算我的身体没有年轻人反应快 但我的经验可以增加抓捕的成功率 降低战友的伤亡率 这样我就满足了 当特警我并不后悔 过去老话讲 练好文武艺 报销祖国 从小我就有这种情怀 长大了 我的梦想实现了 在特警体现了我人生最大的价值 我的付出能保人民百姓一方平安 我非常满足 去年7月到9月 辅顺县公安局侦破裴谋鱼等人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今年1月14号 辅顺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裴谋鱼等16人 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寻衅滋事罪等罪名 进行了公开宣判 去年7月 辅顺县公安局民警通过摸牌 发现裴谋鱼 涉黑犯罪组织 涉嫌敲诈勒索 寻衅滋事违法犯罪线索 并了解到因畏惧 被害人不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控告 认识到案件的严重性质 辅顺县公安局高度重视 抽调30多名骨干力量 成立专案组 历经三个月时间 走访被害人逐一查清了犯罪事实 落实证据 抓获犯罪嫌疑人17人 破获刑事案件13起 扣押冻结资金114万元 去年9月27号 检查机关对该案提起公诉 为维护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保护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 辅顺县人民法院依法 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寻衅滋事罪 敲诈勒索罪 非法采矿罪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五项罪名 数罪并罚 判处被告人裴某宇 有期徒刑20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敲诈勒索罪 判处被告人王某 金某明 金某 李某林 梁某 一年至9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判处被告人 中某国 田某林 董某霜 裴某伟 谢某强 谢某 吴某 佟某 佟某海 李某 19年至一年4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本台著辅顺记者报道 日前 盘锦在全市范围内的乡镇卫生院 实现4项重点检查项目 远程医疗互动 百姓在家门口 就可以享受到大医院的检查技术 今年 盘锦通过建设 新店检验影像彩钞四大远程会诊中心 将四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编入一张网 构建起互联网加下的新型医疗联合体 目前盘锦市32家乡镇卫生院 新店彩钞影像设备覆盖率达100% 截至目前 四大远程会诊中心已累计为基层群众开展远程会诊服务4万余人次 通过信息化建设 上级医院还通过会诊系统在诊断明确后指导治疗 用标准的手法实施动态能传到终端 我们是会诊端 那么我们现在采取了用音频 视频 直接指导它手法操作 这样呢 定罩不容易漏掉 我们会诊也就解决了问题 本台报道 5月22号上午 沈阳市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调整沈阳地铁票制票价的通知 沈阳地铁票制的计价方式由之前的区间制调整为里程计价制 地铁票价调整之后 起步价改为2元6公里 6至10公里3元 10至14公里4元 14至21公里5元 21至28公里6元 28公里以上每增加10公里票价增加1元 设置最高票价为7元 新的票制票价提出后 持普通储值卡乘坐地铁 票价按对应的单程基本票价的9折计算 此次票制票价调整范围包括地铁1号线 2号线 9号线1期 以及10号线北段 新票制票价将与地铁9号线开通运营同步实行 本台报道 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近日在辽宁师范大学启动 该项目以美丽中国为主题 对来自全国高校媒体的学员 进行为期两个月的专业培训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 再见 再见